關外基金通過向合資格新移民派6,000元的安排 派錢原則一樣傾向寬鬆處理 明年3月31日之前 連滿18歲的低收入家庭新移民都符合資格 一人家庭的收入上限也由原來提議的6,500元 調升至7,300元 一人家庭這個統計數字比較特別 它裡頭包含了大約有四成的一人住戶 它是沒有工作收入的 所以很多都是獨居長者拿中援 所以那個中位數計算是比較偏低的數字 所以委員覺得如果二人家庭是14,600元 照計隨意都7,300元 它又說關外基金派6,000元不是人人有份 因為基金成立的原意是要幫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我相信這些小部分沒有 因為它經濟上的條件是比較優厚的 所以對它來說 我們希望很多人如果是資源救的時候 它融入的社會都應該是容易一些的 特別如果它是一些專才的人士 主業的人士 反而是一些經濟比較缺乏的人 雖然我們知道錢不是萬能的 但是錢始終都會幫到一些人 在生活上那方面 更加容易適應 合資格人士從今年的10月3日到夏年的6月30日可以進行申請 申請人可以要求將款項傳入自己的銀行戶口 又或者親身到關外基金被輸除拿支票 最快今年11月收到錢 關外基金預計 今次派錢會有大約23萬人受惠 總開支不超過15億 都道委員會指出 今次會以先到先處理的原則派這6千元 也就是說越早申請就可以越快拿到錢 香港分頻電視記者王嘉莉報導